通过警察的调查和走访,警察也采集了医生的DNA,但是结果却令大美很伤心,结果显示留在大美内衣上的DNA和医生的DNA并不相符,大美不知道为什么会不相符,但她相信一定是哪里出了拼欧,导致结果不相符,她必须找出真相,将坏人绳之以法,大美约医院的护士姐姐去咖啡厅面谈,想请她帮忙, 拿到医生的DNA,没想到咖啡厅的老板,竟然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,大美义正言辞,我是被人强暴了,所以,我想要让那个让我受伤害的人绳之以法,如果,那个被强暴的人是你们的姐妹,是你们的孩子,你们会放弃吗? 如果我不这么做,那么可能下一个受害的人可能是他们,在场的人被大美打动,护士姐姐也同意帮助她,获取医生的DNA, 这是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